下一位 陸仲雄議員 多謝主席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一稿出三次 固然有部分官員對《基本法》的理解是有落差 水平是有問題 這是要批評的 但是《基本法》實際不是一件新的事物 反對派議員就把自己錯誤的一些理解 就視為真理 包括你所說的林卓廷 林卓廷剛才所說 除了國防與外交之外 就不關中央的事 這個本身已經是一個極荒謬的看法 香港和內地不是一個聯邦制的制度 是一個單一制的國家 剛才李懷勤議員都說了 根據《基本法》第十二條 我們香港是藉核於中一人民政府 所以其實就算中聯辦是否根據二十二條成立 其實都不重要的 將人民政府除了國防與外交之外 包括政制、中央和香港關係 包括《基本法》的落實等等 都是有參與的部分 好,謝謝 謝謝